大家好,我叫Victoria,也是Victoria Chan,是一支品牌的创始人和设计师。 我觉得这一次的Evan让我直接就比较亲密一点可以认识那么多KOL influencers。 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受到品牌邀请来参加这个活动,因为我个人也非常喜欢Victoria城的设计感。 整体进来的时候就感觉比较很复古的,因为这一次选择的这一桩的楼,然后平时的感觉都是不同。 走进来之后你发现这一个风格的服装的款式,很多很个性,那现代的女性其实她也很喜欢这种剪裁,就是剪裁比较干净,然后很有个性的一些独立风格。 然后我也喜欢比较就是有特色一点,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会要自信一点,然后用各种风格啊,或者是单品来打扮自己,让自己变得更漂亮。 然后今天的活动的话,我觉得最有创意的环节是每一个博主就是可以自己手绘,属于自己的丝巾,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。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丝巾的Crafting,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想给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设计师的工作,就是我们设计师要几个月的时间去设计一个系列。 那那个Process是怎么样呢?就是你一开始要找灵感啊,要有一个,你要找材料啊,就是你要很多部分要完全,所以我想今天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Process是怎么样。 所以我就让他们自己作为设计师去画他们自己想要的资金。 我觉得自己手绘的方式非常的特别,然后本来以为我会画得非常的丑,但是没想到就是出来的效果还特别的满意,觉得带着自己制作的丝巾特别有意义。 我自己画了之后感觉很独特,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丝巾,然后我觉得这次活动呢,能够让我认识很多的人,然后能够让我绘制出属于自己的丝巾,我觉得很有纪念感,很有意义。 我觉得可以多举办一些这样子的活动,让我们跟品牌有更多的联结,然后本身博主和博主的之间有更多的,像派对一样的,大家就像朋友一样,大家都很放松这种状态,我觉得非常好。 那蔚蓝呢,也希望能够跟VariFS有更多的合作,然后参加更多这样的类似的时尚品牌的活动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